你好,财经揭露 大家好 这一节说什么呢? 我们上星期上那几节 分享了几个在跌市里没有跌的股票 然后有个别的网友留言说我们讲庭 我觉得那些网友可能不是我们的资深网友 我们也说了 我们不是一个收费节目 也不会提供一些叫你短期炒卖 例如某些KOL叫你短期炒卖 英镑外币 他说得很短,一日之内 你今天又跟着买,买完 你就有钱赚了,什么什么什么 收钱 我们不是做这种 因为我们背后没有任何背景 没有办法跟别人的财团去斗 但是我们在说 咦? 我们在留意某一个好像是 他的市盈率很低 那个好像是有升的潜质 但是我们也不是一个投资意见 说得很清楚的 你去质疑我们 好像某些大师 说一些红号 叫别人 弄些什么红号 推崇一些迷信 现在你跟我买这个红号 短时间你就会赚 我们一向都不是这样 是 我们只是说一个现象 你自己要分析的 是 因为这个市场里面 我们说得 告诉你 哪些股票没问题 但是有危险性的 或者是有些股票 以前人都很喜欢的 但是有危险性的 那我们也去提 说一些不好的东西 当然也会说一些好的东西 不是整天都可以末日博士 没意思啊 就是绝对不是去推介大家去买卖的 就是你听到你自己喜欢的 你自己买卖与我们无关的 是吧 至于买卖的过程里面 激烈到的技术啊 你怎么止赚止损啊 sorry啊 那些我们 因为我们真的不是收费节目 是可以说我们不会提供这些服务 ok 那当然啦 我有时候可以说的 那你说 只是用些来用钱啊 买来长渣啊 那些这样 也都无可厚悲 那这个是你个人自己的 怎样理财方面的处理啦 是不是 更加的 我也都不认识你们啦 我也都不知道 你买一手 对你的压力究竟有多大 一定是完全没有压力的 是不是 但是这些很不同的嘛 那些 纯粹 是一个讨论 一个分析 一个分明 正如我们之后 说完之后 我们会告诉大家 大家说 喂 这些是吹水的 是不是 那不要当是流资意见 流资意见的东西 你们要自己的钱自己负责 很清楚啊 这件事 何智光 我们都说得很清楚了 真的 何智光 都绝对不会接受任何人的邀请 接着请吃一餐饭 接着介绍 那些股票 说完之后 就在这里说 绝对没有这件事的 所以我们说得出股票 大部分都是全香港最有规模 那十个八个的 故事我们是完全不讲的 因为我们都无谓 讲完之后 待会有堆人去买 或者买 搞乱 不好意思 阻止那些庄家找吃 我也不想 我们都不想依赏到这些关系 所以 所以 分享了 大家网友 就聪明知道 我们真的 不是投资意见的 纯粹吹水 是的 那 何智光 那 有没有东西想补充 不补充 我们这些时间补贵 好 那我们今晚 今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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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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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你那张出来 大公报 在中国那边 即是他的家族 原来 投资在中国那边 都几多钱 是 即是 他是会靠基金去投资内地 即是有家投资公司那样东西 那 现在 我另一个图 就是香港01 那 他就说到 这些 他旗下的投资公司 我不知道里面的钱是否全部是他 但是 说到明 就是 是投资 规模 是达到 174 亿美金 嗯 即是千多亿港币 那 我又理解他自己没有那么有钱 嗯 那就是他做了一个牵头 即是他老公啊 保罗佩洛西呢 就做了一个牵头 他就在 原来在 这个 香港啊 那些资产是这么多的 嗯 那究竟 为什么他还要去访台呢 访台这些资产 会不会被凍结呢 其实是有这个风险的 嗯 是不是 有些说法说 喂 这个 呃 蔡英文给了9千多万台币 这样 那些钱真是九零一毛的 如果是凍结了 或者是 他这个资产有些运作上 被中方打击的话 制裁的话 嗯 嗯 嗯 那 那 那 喂 我 我会这么觉得咯 其实 他这些资金放在那里 其实 他会不会 其实都 都不会想中国会制裁他 又或者 他的回报更大 是 就是 我在想 就是如果这百多亿 可能就是要 我个基金就可能踢佩洛西的老公出局啦 他的儿子出局啦 那可能这块钱应该就不会被凍结的 但是他们就变成被踢了出局了 没得参与管理层的啦 是 这个可能你知道那些基金那些 那些 那些每年那些派的那些薪酬都很高的啦 这些有政治的人物 踢了出局 那他的 经济损失都很大 是啊 但是可能就是他这么拼命去台湾 引爆了台海战争之后呢 西方是在报一个局 是要充公中国的资产 中国的海外资产 可能那里有数万亿美金 我想两三万亿应该都有的 美金啊 但是充公了的钱可能 是 所以其实现在西方很想你中国去打仗 嗯 那他就可以驱港亚洲资金去美国之余 就会充公中国海外资产啦 但是现在的说法呢就是说 你 因为台海暂时不会爆发战争啦 那有一些声器就说在这个 Forsucho和塞尔维亚呢 又有一些的火药啦 就说不知那些车牌 又说不知怎样拗叫啦 两边开始想扎炮想打啦 嗯 这个是塞尔维亚和前南斯拉夫的问题啦 就是西方呢就可能你收割不了你东方呢 亚洲呢 可能又回去收割你欧洲啦 嗯 总之就是现在的获没有钱 好等那些钱落获 就这样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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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一件事呢就是既然呢 就是贝罗西的老公啊 就来啦 那他自己都是美国人啦 他都知道明白一件事就是美国啊 你对中国进行一些贸易战啊 不同的战争啊 金融战都会出现啊 嗯 他还会落注在香港吗 嗯 就是我想说的就是其实我最见到意味的就是 不少美国的中上巡 其实是落在香港的 你看到他 什么时候都有阿里巴巴巴 什么时候都有七零零啊 就是他落注的是H股 无端端有一个35%买在某一只A股 是不是 这些比比街市啊 基本上我就说了 就是他是经香港落注于大陆 可以这么说 好一点的说法 就是香港本身就未必这么吸引 但是香港有很多中资的企业上市 他对那些股票有兴趣 是啊 加上 分分钟能够移动到市场 都是他的老友 是不是 啊 那 那 那很好处啊 难怪他这班人这么努力啊 天天在那做一些新闻出来 就很想没落那些 那些股票 嗯 香港的市场又奇怪啦 是不是 一个华尔街的高层 可以做港交所主席 是不是 嗯 跟着呢 呃 长期汇丰就有人呢 就进去行政会议做成员 是不是 跟着呢 你这个证监会 就是一些AO 转过身去控制 这个的证监会 跟着AO又转过身 控制了金管局 嗯 嗯 其实好像很多人都是他们自己人 是 嗯 是吧 就是你反而的 共产党在香港这些金融体系里面 嗯 究竟是力量有多大呢 会不会就是因为他们 发觉哈 个个都是自己人 香港好像ATM 赚钱容易呢 嗯 又没有什么监管的 那些性监怎么会理他们呢 不是监管经纪而已 他不会监管假消息的 不会监管大罕报告的 是啊 没错了 那些不监管的 那些 不是不监管的 就是有很多 很多 就是我们感觉不到监管啊 就是这么多了 可以走 我主观感觉他没有监管而已 是 是 其实挺好玩的 他们就是在这 啊 之前又感觉到市会跌 那就越早越做了 就跌 结果又没上去 没上去 没上去又没下来 那些真是挺好赞的 那些人啊 诶 这些 这个现象 我想 他不会说他作弊的 因为那个市场真是合法地一动 是吧 是 对吧 对吧 人家叫冰高而已 我真是这么说 对吧 不是 人家自己有多而已 是啊 整群AO控制了 政监控制了 金管局 事实上太多自己有了 你觉得是这样啊 我认为啦 这游戏 定得来 就 永远都 我自己觉得啦 就 就是 不是favor小投资者的 是 是 是 可能是利了一些 利了一些基金啊 那些这样啊 你想想前年二百二死人啊 一传媒 这样的状态的股票 都可以这样 逆市升几十倍 现在直接收拾吧 一定收拾吧 整千亿在手 你强行把垃圾二百二炒上去 那炒得起的 那 以日肥佬黎的背景 那当然是那些人的啦 这个是肯定的啦 不用说啦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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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如果这样说的话 怎样都好 有他们下注的股票是不会死的 即是不会归零的 始终都是要炒上炒下 直至有一天 他们他们真的散了不玩的 但是似乎现在都 我这个也不是的 搞到股票这么抱怨哪里散播啊 何志光 很抱怨啊 他现在整个家 不仍然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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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香港股市啦 是啊 你跌不穿两万点 但是 那你两万点 对于香港来说 就是一个比较低位的地方 而是个问题 就是 不是很性感 总之这个股市就 是啊 当然啦 他现在这个家庭 这么多出狠 出好消息 坏消息 某个程度上就是 传媒写的 他们喜欢写这边就这边咯 开心的就是很开心的 不是想 你好消息的 不开心就是坏消息的 就是我这样说啊 我免得被人说啊 OK 就是 就是 现在的问题就是 其实香港不少的市民 他们买了一些股票 那些股票 基本上就不是 是 在股市那里 不是这个主题 那有些呢 是吃不下股 那 一路这么沉 就没有价值 那有些呢 例如阿里巴巴为雷 现在做90元啦 那大部份人 其实 都是在上面买的嘛 可能是120元平均价 可能是更加高的嘛 那现在在下面那里沉 就是 但是 不看算啦 都 算下来都是 亏损 还要更亏损 是 但是 那 那 但是那些大额在下面 可以振 现在90元 至到120元 那没来没去 没多转 哇 真是开心 那 但是 我也觉得 终有一天 这些 APMHJ 就是大额做事 就不会 是不会赚了10多百分钟的 那么小的 因为大额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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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那么多 尊财 走去搞责 那样的东西 怎么会赚了10多百分钟的 那么小的 他做的应该是 但问题是 贱的问题 还有他那个 剧本 那个剧本 我们不认为 我们不知道 什么时候 会攻下去 攻击一剧 攻击再摸上去 爆顶这些东西 就是我们 我们小视频是不知道的嘛 主人家 就是 拿一个 输得起的钱 那 窮人家 咬手瓜 如果你聰明一点 就加上 只赚 只赚 旗权 So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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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 Long 之后 就尝试 拿出一个比较好的城市 就是 对吧 是 在香港 在找着吃的 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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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这些问题 喂 是 是 那是不是都差不多 没有 没有 刚才见 还不断吹水 OK 总之大家知道 总之露了个新影出来 不是刚才见 拜拜